像我這個包包就是青春巡禮系列 但是我覺得沒有違和啊 它並不是說很少女風 學院風其實我們媽媽搭起來 或是小資女搭起來 我覺得都很漂亮 很有氣質 我覺得優雅也很重要 青春但是不是說好像故意要裝年輕 不是不是 是你有那種動力 我覺得是有活力 其實我當了媽媽以後 我就一直覺得說 以前去到哪裡都會 比如說叫人家阿姨啊 或是什麼姊姊 現在我一看到 我就說妹妹 就是你會突然間驚覺說 就是有了孩子以後 自己突然間變得不青春了 就會覺得自己是媽媽 要有媽媽的樣子 可是我發現你要跟孩子做朋友啊 所以我要找回青春感 可能夏天 我夏天本來就會瘦一點 然後跟小朋友跑來跑去 真的嗎 蛤 蛤 那有在168嗎 因為是前面都沒有 我168都是比如說 如果隔一天要穿很緊的衣服 或者是有活動 要就是一定要塞進某些衣服 我才會有比較劇烈的 減肥的運濕 但是平常的話就正常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禮拜比較胖 那我大概就會一個禮拜選一天 就是一天或兩天就是減糖 減澱粉這樣子 但是我不會每天 因為很難那個早上一早小朋友 我們家兩個小朋友都是那種好早就起床的 或是你真的是覺得最近牛仔褲比較緊 我覺得一個禮拜選一到兩天 然後就是在八小時之內吃 然後減糖減澱粉也會讓皮膚比較好 我後來有發現 芥奶蛋也是 就是比較不會長粉刺 因為我都比如說早上十點吃到晚上六點 我覺得六點以後不吃東西 你隔一天確實會感覺比較輕盈 讓我們稍微多一點是媽媽卡的保險 沒有 是因為我真的是防疫期間我都是比較擔心 就是而且我們家就是上游老下游小 都是真的比較擔心 那我覺得還是要有一些正常的生活 然後要讓小朋友知道他們還是要上課啊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小心 可是你還是心態要轉換 我覺得還是要正向一點 樂觀一點這樣子 對 但不能鬆懈 你這樣報復性的寫信這樣子 我確實是那個就是防疫期間 但是防疫期間是真的都是在網購 然後沒有報復性的寫拼 但是會寫拼的時候會心情很好 就會發現說原來 我們是要買東西 然後就是還是會有那個快樂的感覺 我覺得人還是要多一點那種興奮感 那個防疫的時候 關在家裡真的就覺得悶悶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打扮耶 不管怎麼樣